LGD临风VG让晋级悬念保留 压力直接给到了AG 北升指出LGD容易出现的问题 或成为AG获胜的关键 决意正式向前队长猫神宣战 大家都非常想成为S组选手 伴随着WB轻松临风RNGM 三组的晋级形势就已经很明朗了 只要LGD能够赢下VG 那么最后一个S组名额悬念保留 最终LGD很轻松碾压昙花一线的VG 压力直接是给到了AG 没办法以最轻松的方式晋级S组 不过北升解说比赛的时候还是指出LGD容易出现的问题 团战处理并没有做到最佳 遇到强队就直接崩了 也就只能打打VG 卧槽 这把床铁又闪进去了 然后 这团战打得 卧槽 卧槽 老干爹 这是一万经济差打出来的团战吗 大哥 哇 他奶奶呢 这是一万经济差打出来的团战画面吗 你们也别说这个团打得跟谁去比 咱不拿说谁去比 好吧 不要拉踩 好吧 我看你们一直在那儿跟这个比跟那个比 咱不跟谁比 咱就单说老干爹 当你问了一万的经济差他团战打成这个画面 你觉得应该吗 咱不说跟谁比 咱只说老干爹 你觉得 知不知道有没有老干爹的粉丝来 我问问你 那你觉得他一万的经济差打成这个团战的画面感 你看着舒服吗 他脱节很严重的这种单点的闪现的个人想法 很多的情况下 你觉得该有行吗 你觉得行不行吗 肯定不行的呀 所以我就说嘛 那他这种打法 那就打打这种不敢跟他打架的 或者说整理水平弱于他的 他能打得很有起色 随后决议跟早点接受采访 新队长决议也是正式向前队长猫神宣战 直言抓到他就要抽他 属实是有一点亏贼 早点更是让猫神低调一点 让AG跟LGD这场比赛变得更让人期待 前两天好像是有跟Kat在误牌的 那你们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要对阵到的 就是你们曾经的队长Kat了 有什么想对Kat说的吗 Kat 抓到你我就抽你 那早点有什么想对Kat说的吗 我想说就虽然Kat是我以前队长 但是我现在队长已经发话了是吧 就我希望Kat你小子给我低调点 好 非常可爱的一个发话 我见了你就抽你 不要被我抓到 抓到你我就抽你 总的来说LGD失去了猫神 队伍的实力确实是有所下降 但实力依旧是不可小虚 反观AG在三组赢的对手都不算强 想要证明自己重回巅峰 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赢下LGD 要不然他们顶多还是A组水平 至于青春风暴队VG真就是昙花一现 导致夏季赛最让人想不明白 就是VG是怎么赢下WB的 看来一支全新队伍 还是需要一位老选手带队 就像LGD一样 最后大家觉得AG跟LGD谁能去S组吗 猫神真能再次暴打东家吗